哈喽,你们好,我是小杰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阿尔法总部的一个普通车跑法 起步两个弯都是双杀弹射,能弹射就弹射 这里也是一个双杀,一个WCWW 在行刑提前测身加快速出弯 然后落地双杀断弹,释放CWW 立马接上一个WCWW 找好这个劲道直接弹射过来 然后再一个弹射CWW 这里当前续一波 注意这个地方都是一些断空飘 在这个跳台快要出去的时候 立马就快速出弯了 不能等它拖到下面来 拖到下面来的话速度就会慢好多 有些必不可免的这个拖的话 那就立马调整过来了 这边有一个小飘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弹射这边失误了,问题不大 然后这看到个劲道又是捷弹射过来 我们这边看把弹射这边用一个双杀 出来之后呢一个ECO弹过来 然后把这个弹射再延续一下啊 延续过来之后又按照上一圈的跑法 不过在这张地图呢你要把这个胎印重合上一圈的跑法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断空飘呢因为操作也是难度比较大嘛 不可能就是把这个胎印也是完完整整的复制过来 虽然这张地图它只是三星地图 但是各种操作呢完全是没有用到进阶氮气出弯的 全部地方都是一些断空飘 然后就是一些双杀弹射之类的 然后氮气延续 然后进阶氮气基本上用不了 想要用进阶氮气的跑法 估计这个地图会慢上很多 然后就是出弯速度慢了 然后就是记录也是跟着慢了 现在呢我要问一下大家 我用这个B车跑出来的这一个记录 如果你用A车都跑不到的话 那请把你诚实的一个站给我点上吧 这一点都不过分吧